今天我们的这位来宾呢 他跟我一样都曾经是一位主播 而且呢 我觉得他比我还厉害 因为他入手的宝物 真的都好美 他今天都带来了 其中有一个歌血红宝石 特别要带来给老师鉴定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疫情期间买的 他觉得有赚到哦 待会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首先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 超强大鉴定团 大鉴点精品执行长 秦思琳 秦老板 大家好 还有我们珠宝设计艺术总监 廖文良 廖老师 大家好 好 让我们来欢迎王静雯 你好 静雯姐 你好 大家好 我又来了 我知道今天您带来的宝物 让大家刚刚 包括秦老板 然后看着是 一直说好漂亮啊 是啊 超强大鉴定 确实来推管的 很厉害 因为人要进步嘛 我来过几次 这个是挫折感很大之后 我回家就努力做功课 然后呢 这个疫情呢 我又更加地在家里面 做了很多功课 然后也让我 可能不小心就买到了 我觉得还蛮新移的东西 看了一下 这个鸽血红的 对 宝石 待会要好好的来帮她看一看 她有没有买 有没有转到 这个静 你要好好地学习一下 要 同样是主播 你看看人家主播 一个女生 她对这个珠宝的这种抵抗力 是基本上是有限的 有限的 那所以你看到漂亮的珠宝 你就会拥有 我觉得这样是正常的 所以不要太抗拒 我比较不一样的是 我比较不一样的 白鑽我不喜欢 不喜欢彩鑽 对 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直接就到彩鑽 彩鑽宝石这一块 所以我觉得进步得比较快 我不知道 秦老板是不是会这样 秦老板说过彩鑽是研究所 对啊 彩鑽是研究所 这个 花式切割是大学 白鑽叫做 高中 高中毕业了没有 高中没毕业 直接读研究所 不是没这种人 有 这叫天才 对 但是十个天才 九个呢 跟白痴在一线之间 是 整个都是危险分子 今天对我看到好多彩鑽 所以待会儿 我们要好好地听 我知道 第一件宝物其实背后有一个 离异故事 对 为什么 我其实这个 这个是经过一个很小的珠宝店 然后我就看他门口有这个 我就进去问老板 我说这个是什么 我说我从来没看过 因为我看上时他的稀有信 他说 建议书上打的是蓝钻 对 我讲错了 对 蓝宝 然后我就说紫色的蓝宝 然后呢 我又很喜欢这个台 这个台你不觉得他看得很像 那个欧洲的那种 古时候的那种台 然后我自己又没有 金色系列的戒指 然后我就问他说 多少钱 他说这是人家拿来寄卖的 然后说最底价就是二十万 我说二十万 然后我说没得讲 他说没得讲 他说因为没有人要 那我反正觉得我很喜欢 我就买 买了之后我就到一个老师家 我说老师家是通灵的 对 然后通灵的是 他是来做能量帮人治疗的 然后我就带着这到他们家 那他有一个盘子 我今天有跟他借几个来 这个 是 他是跟我说 这你刚欲这么多 他是跟我说 他这个是克什米尔的红蓝宝 因为它彩色很漂亮 他说他用这个是来做能量治疗 而且他跟我说 他在那个小盆子里面 住了一个小老婆婆 其实我是听着当故事听好玩 你知道 你说他的一个小盆子里面 他很大喔 他这么一个碗 就是放了全部是这个 他这里面住了一个小婆婆 然后我就说 然后我就带着那边跟他聊天 他就说你等一下 有一个老婆婆 从他的金洞里面走出来 我说你不要吓我吧 什么呢 然后他一跟我讲说没有 他说这个老婆婆要我跟你讲 这个产地跟他产地是同一个产地 克什米尔的 他是这样跟我讲 他说是哪里 没有 我说是哪里 他说是一个克什米尔 他一把那个图讲给我听 我就觉得神奇了 他说那个老婆婆呢 是住在一个村庄 可是他的对面有一个高山 一个尖尖的山 喜马拉雅山 不晓得 他就说 从那个山里面 你告诉我说 这个跟他是家族 他只是这样跟我讲 一个家族 对啊 因为我的建议書上 没有打出 因为他也不知道 对不对 连麦你的老板都不知道 这真是神奇的老师 比廖老师还神奇 咱们这个言归正传 他这也是一颗钢玉 蓝宝石 很多人把这个蓝宝石 想成蓝色 对 其实不是这样的 你要知道 钢玉的一个家族里面 只有两种东西 一个就是蓝宝石 一个就是红宝石 红宝石大概有四个色系 其他的全部都是蓝宝石 包含无色的钢玉 都属于蓝宝石 这是一种分野 分野 那这颗紫色带一点红的蓝宝石 我们也可以称它是 粉色的蓝宝石 这里面没住一个老婆婆 但是这里面应该住了一个 财神爷 真的吗 你听到这里的时候 都会有点害怕哦 住了一个财神爷 应该是害怕 那看 相当不错的一颗蓝宝石 而且它的这个弓 它的设计是属于着古典的 对 所以你戴起来很漂亮 而且我觉得它会给你带来 一些正亮的东西 因为它的颜色 让人感觉上很振奋 对 很振奋 所以你戴着 你就会觉得很有精神 那就很好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自己带了高兴 带宝石 你知道吗 为什么女人对宝石 没有抵抗力呢 对 因为很简单 女生最漂亮的是眼睛 那我的魅力 除了从眼睛出来以外 可能没有别的方向 要怎么加分呢 那你就会戴珠宝 戴两个耳环 就多了两个眼睛 戴了一个戒指 就多了一个眼睛 让你的内在的魅力 从这里散发出去 这个很重要 那这个戒指 如果搭配你的话 叫做加分上再加分 那太好了 谢谢请老师 但是你的内在就很好 然后又戴一个很漂亮的 一个紫红色的蓝宝 你这要戴出去的话 每一个人都跟你侧目 大家都会看的 对不对 来 那评估一下 今天的第一个白板 好 大家麻烦请老板 请见价 二十五万元 很漂亮的一个 真的 我觉得蛮值钱的 你以为会更多是不是 我也开好了 就是颜色 我觉得颜色 虽然不是很正统 但是它会升值 而且喜欢的人 我觉得他再花个十几二十万 就是四十万 他都愿意买 所以他的出处哪里 我认为他是缅甸的 我认为绝对不是克斯米亚 所以不是那个老奶奶 来的地方了 绝对是 我认为是缅甸的 这一颗真的适合你去占补用 我来讲刚毅家族 好 刚毅家族叫做Sapphire 可是唯独只有一种颜色 是红色的 它叫做Ruby 其他所有的颜色 比如说像这个叫做 带紫色的叫做Purple Sapphire 那如果是带粉红色呢 叫Pink Sapphire 那你知道刚毅家族里面 因为我刚刚看这一颗的时候 我一直想要努力帮你加分 我想要看到 有没有亮色系的 你知道我们所有的宝石 颜色如果是暗色系的 它的价格会降低 如果是亮色系的 价格会加多 暗色系的就是蓝色 绿色 这个都是属于暗色系的 那什么叫亮色系的呢 如果它带一点橘色的话 这个就厉害了 它叫做Paparachia Paparach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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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Paparachia有没有够厉 很厉害 这一颗二十八克拉 二零一七年的时候 卖了多少呢 一千九百三十万港币 够不够恰 非常的恰 所以你买钢玉的话 直接就买Paparachia 好 以此为努力的目标来